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市一帐,我是Coco 女人过了40岁,最容易和哪一种男人发生关系呢? 在异性相处的一个过程中,如果说20岁的小姑娘 喜欢那种帅气幽默的大叔 那么40岁的女人,她们的一个审美肯定会有所变化的 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 她们可能经历过几段深刻的一个感情 又或者已经结婚了 再或者就是已经离婚了 所以说这时候的女人对男人的一个看法 往往会更加的成熟理智 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一般也是生女需求最强烈的时候了 如果自己的老公没有办法满足自己 那么女人是很容易有恶心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女人过了40岁,最容易和哪一种男人发生关系呢? 第一位呢,林女士,42岁,结婚18年了 真正对自己好的 能够填满自己内心,缺失那一部分的男人 说实话,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种可以从头爱到尾的一个婚姻 每一段婚姻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个插曲 而这个时候,女人的一个心理诉求被忽略了 被缺失的时候呢 这时候啊,其他的男人最容易有机可乘 那么女人呢,很容易被那些呢 能够满足自己心里 又或者呢,使生理需求的男人发生关系 第二位呢,张雨士,45岁了,结婚22年 自己呢,曾经喜欢的男人 张雨士说,女人即便到了40岁 那些呢,仍旧是有小女生那种情怀的 自己的老公,这个时候呢 肯定会觉得两个人都已经老夫老妻了 如果女人的一个身边刚好出现 跟年轻时候的老公很像的男人呢 那么女人就很容易呢,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感情 因为女人过了40岁啊,都比较容易呢,怀旧 这时候也是女人呢,最容易做出错误的事情来了 第三位呢,黄雨士,40岁 黄雨士说,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离婚 那么,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50岁 都是没有区别的 毕竟有婚姻,有家庭,有孩子作为签盘者 无论怎么样呢,都不会随便的跟婚外的男人 发生关系的 但是作为一个已经离了婚的女人 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杂念了 可以说,自己对爱情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渴望的 希望呢,对方能够让自己开心 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段呢 最看重的还是两个人相处的那种舒服的一种感觉吧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